不装电一个月要去进多少次货比较好呢 主要分为两种情况 一种情况是线上进货 一种情况是你直接来批发上这边进货的 线上进货现在灵活性很强 也没有一个稳定的时间 都是看上哪个款直接跟当口这边 或者是你们拼单的话 直接采用拼单的模式 这个时间是不稳定的 还有就是来批发上这边进货 来批发上这边进货 尤其是距离比较远的话 一般都不会说每天过来 或者是每个星期过来 如果是每个星期过来的话 都是那些2PR或者是店比较大的 你量比较多的话 你就是每个星期过来 大部分情况的话都是两周来一次 离批发上很近 想什么时候去进货都可以 完完全全都是靠来批发上这边 线下进货的话 太久时间过来这边也不太好的 因为批发上这边太久的话 你款式更新的速度是跟不上的 一般情况下你至少一个月要来一次 这样比较好一点 来看一下现在流行的这种款式趋势是怎么样的 进一些新的流行元素回去充击一下店铺里面的这些 其他款的情况 如果是太久过来的话 你的款式卖到最后越卖都是越旧的 进货一般都是采用旧近原则 北方的话大部分都是去杭州那边进货的多一点 或者是你觉得广州这边的货比较合适的话 你来这边也可以 也只是说这个路费啊 还有其他的各方面的这种费用 它会增加一点 像实体店的话大部分都是去二批进货比较多 二批的话现在是可以换嘛 换的话这个灵活性也高一点 来BP这边不但说你的量要求高 还有一个就是它这边是不可以换的 也不可以退的 现在是五月份有些地方说现在要开始清仓了 实体店不用清仓这么早 现在旺季还没有到呢 今年的天气真的很冷 广州一下雨就冷 其他地方应该的温度也没有高到哪里去 所以今年夏天的话不用着急这么快清仓吧 批发市场这边按照目前的情况来看 也不会清仓这么快的 至少要等到六月中时才会开始传绵的清仓